好,接著到這一套就很明顯是附回來的 大家一看的封面就知道了 還未到的,你要看一下OP 當你看到那套鑽別片,全部藍國 這裡都叫有雷國的時候 你看造型的嘛,老實說 看片這件事,老實說 即使你不看簡介 但是你一看官網裡面,只看他那一頁 那些角色一看就知道 是滿滿的激情啦 OK,是的 那我們接著要說這一套就是問號 野犬 整套作品,如果說人物簡介 大家知道的是什麼呢? 基本上是將這個世界 尤其是日本 的 出名的作家 我收拾後會測試比較長 就算了 將他們的名字 純粹遮 這套東西,真是題材欺詐來的 英靈全部 英靈全部 英靈有他們寶具 英靈 他們生前做什麼補具 你明白我立即 這套作品就是什麼? 這套作品純粹是借了 著名的作家 日本著名作家 日本著名作家的名字 再加上他們作品 一些著名的名詞 或者他的作品名稱 就成為了這套 這套作品的感覺 讓我看到 撇開他這些所謂的 借名過招的東西 這套是很 戒戰線的感覺 不過他沒有那麼誇張 因為都市 沒有那種都市的吸引力 但是人物的脫線 其實是很像的 或者你用另一個 就是有點像奔虎那類 追女人 我知道 追女人 追女人 神經病 太祖戰會一集追女人 追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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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套作品對我來說 有點難看 因為我對日本 一些有名作家 看的作品的數量都不多 對他們的生命 了解也不算多 這可能有 不用的 你也會說 不用理會他作家 他一個名字 和保證他 你叫做太祖戰 那種就是他多人認識 就是這個人的自殺 他就將我這類型 成為了這個角色 我不知道其他角色 有沒有不多不少 都有些少少 根據這些東西 去創造這個character 我覺得未必有 就算有都不要緊 你不用理 你只要看下去就可以 故事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有一個好彩的 就是他比較直線 主線 很明顯 現在主線就是 因為阿敦 這個角色 他能夠變成 老虎的能力 而他是被人通緝 70億 去通緝他的 有什麼通緝嗎 只是老虎 不過算了 你不知為何要通緝他 還是為何要捉到他 這是主線 走那條線 是施名的 暫時來說 因為三道裏面 都是圍繞這件事 還有阿敦 加入武裝偵探社 這個事件 沒有什麼 超能力偵探社 你隨便吧 總之 是一群奇人 奇人 奇人 不是他們的能力 而是他們的性格 無論是血解釋 奔赫那類型的角色 就是每一個人的個性 是很強的 一群個性 很奇特的人 他們 一起去 面對一些事件 的套路 暫時 雖然很多人都覺得 一望來 好像是負回來 但暫時來說 負的程度沒有那麼高 至少是 純粹是 你在負界有一定程度 你才負得起 我覺得本質 就這樣看 其實是很普通的一套作品 只不過說 沒有什麼女角 男角為多 所以人們一望來 一定是負的 兩個人都有病 那就好 吸引 特點 在一番正常的男角前面 你的女角沒有特點 那個不是好 那個是有特點 很重要 都說你身邊所有男人 都不正常的時候 你女角再有普通的話 是突出不了自己的 而故事裏面 中文正常人 叫做套租役的角色 就是主角 阿敦這個角色 其實是一個套租役 簡單來說就是 就是套租每一個角色裏面 的行動 他們的行動 所有的行動 暫時你說 這套租役 我知道他說 暫時 我看不到一個很明顯的主題 其實是 他究竟想說什麼 他只是有條主線 但他沒有主題 其實是 他不一暫可能 每一個角色 今集介紹一個新 《偵探世面》的角色 可能是 今集介紹一個新的《偵探世面》 暫時要走向會 就是細節上會 我也是 他是那類 萬事族類的作品 《偵探世》 很明顯的就是 一個很強的人 他是一個很黑暗的過去 然後他現在 正在行正義之道 的一個萬事族 其實我覺得 他的動畫 太早說 他是黑手黨的 舊時成員 我覺得不太好 因為他一開始 猜到你職業 我覺得沒事 可能你以前是黑衣 也沒事 但一說到他黑手職業 有些很黑暗過去 有些很悲心的過去 或者他要拋棄過去 我覺得 《偵探世面》 會很悲心的 你失去多的聯想空間 會是 所以其實現在 看上去暫時 都說這套 現在是 題材欺詐的 就是什麼呢 其實你不覺得 你會因為 你會認識 很多不同 日本的出名作家 而在這套作品裡 找到不同的樂趣 可能我不知道 但有馬這個 都比我熟悉的 有馬都未找到 有什麼 原來我是可以看一些 叫做special的東西 是我們認識的東西 我們認識的人 就會看到一些 特別多的 information 原來他是想說 套租這件事 和這件事之間的關係 我怎麼明白 寫了複雜月筋 你不給我錢 又不是 那怎麼辦 我只是拿個名字 不用太緊 所以暫時說 這套作品 對我來說 跟有馬相關 跟他一套二人作品 去看 一套奔赴 去看 我覺得是適合的 當然大家都知道 奔赴的評價 不是那麼高 但其實 他都說 動畫OK 動畫就算了 他之前有V 奔赴的 我們沒有介紹過 V是V 看上去 現在 感覺 他試圖的動畫風格 是所謂用什麼呢 用原稿子 很多時候拆了一些原稿子的剪線 或者是一些介紹的時候 用原稿子那種 純粹是想什麼呢 因為他這套東西叫文豪 所以就是什麼呢 就是 用一些很 叫作家的 一些風格式的東西 在這個作品裏面 但是大家都要明白 就是 因為這套東西叫做文豪野犬 但是其實 野犬才是重點 文豪 就是野虎 不是野犬 還有全部人的職業 沒有人是做文學家的 他們 起碼有個數學老師 江洞田就是數學老師 老師而已 教授 或者文豪高子 暫時來說 這套東西 就不要用腦子 我覺得很難深究他的設定 其實他的 因為作品名字 已經是有些格格不入 其實 順便是偷換概念的成份 在裡面 那 究竟這套東西裡面 主題其實 對我來說 十二集動畫 就是 你是能夠解決到 男主角敦這件事件 還有就是 黑手黨究竟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他算是達成任務了 完了一季 就算是 簡單單單 應該故事 他沒有什麼特別大展開 可能每一集介紹角色 最後三集解決了 老虎事件 就夠了 我覺得是 我多想要這樣發展 大家要記住 這套東西 是有兩期的 即是他不僅僅一季這麼簡單 你不明白 還是第一季野犬 第二季文豪 其實我本身覺得 現在是 購買盈籃 其實市場是越來越大的 的確是 甚至是 他真的創造到 現在是 當年的 一些 屬性藩 開流很流行 其實真的可以拉得很長 現在 變成盈籃的 黃金時期 這些是 我現在很吃得開 其實阿松賣多少 好難看女性市場 好好吃 阿松是因為第一季有盈籃 和聲優的關係 不知道為什麼男角色 在吃聲優的負味那方面 大家會引起很多 女性觀眾的無限的遮想 支芬那套東西 一點負都沒有 她們兩個平時在 影片那些人已經負開 那一配角色 又可以負 你不明白 但這樣說 這套東西 其實暫時 未去到全部的巨星 雖然都已經 神谷那些 一群人都在 早上 動畫一開始 未見到她們有什麼特別交流 因為她們太單 每一集每個角色 暫時沒有什麼交流 暫時 她的底子 大家會知道 她在賣什麼 都是不外乎男人的友情 這個一定是主線 尤其是武裝偵探社裡面 僅有些就是 一些對決 然後大家濕了身 打擊 然後人們就可以在尖叫 不是 不知道 沒有啊 還未到 不知道 至少你可以看到 阿泰咀治 阿宮野真手 她的對白 老實說 你只要自己進去 那些女兒已經覺得 哇 太棒了 其實我覺得 她的服務方面 我覺得是做得很足的 其實我覺得是 這套作品 但是 以一套動畫來說 劇情的話 就不預計她 有什麼驚喜給我 純粹就是 真的看男角色 如何脫線 其實 也都是現在 我覺得是 很多身上一些男角做主導的 在我這一類型的觀眾裡面 我就是看他們怎樣 怎樣瘋 如果大家可能說 對星優有一個一定的認知 就是知道 這班叫做出名的男星優 全部都好玩得 玩到那個程度 是什麼呢 他們是不受控制的 現場爆託 看看會不會 對啦 答成給我啦 對啦 這套我們就介紹 去到這裏 今天的節目 去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